新疑似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不适症状 台南一名30多岁群姓男子 24号在龙旗卫生所打完高端疫苗后 当时10分钟就出现了头晕呼吸不顺的疑似不良反应 被送医治疗 两天后出院相隔不到24小时 又觉得身体不舒服二度挂急诊 到目前为止还是出现了腹泻和起红针等情形 对此卫生单位表示已经通报了指挥中心 要帮忙申请药害救济 而男子的不适症状跟打疫苗到底有没有关联性 还有待理清 休息大概15分钟就感觉头晕头痛 一次打完疫苗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陈先生瑜伽有存 卫生所先帮我装上氧气送去中车 观察期间发现陈先生身体依旧不舒服 卫生单位赶紧将人送医 到现在还持续在呼吸 呼吸也是真的就是很困难 打完疫苗之后才有的症状 这名住在台南三十多岁的陈先生 24号接种高端疫苗 十分钟后出现头晕 呼吸不顺等疑似不良反应 也被送医治疗 尽管住院两天医师评估没有心肌梗塞 或肺栓塞等疑虑 决定让他出院 但陈先生的症状似乎人没改善 在脸书作揭露 陈先生打完疫苗疑似出现副作用 只是26号才出院不到24小时 身体又出现不适 27号晚间又挂急诊 也让他忍无可忍抱怨 是要在急诊待一辈子 还是待到鬼门关 两度进急诊室 最终凌晨才离开 医院也进出了两次 我的症状反而一一 持续的在发住我 他出院之后其实卫生所 也碰到不良反应 每天还是会去做关心 申请要害救济 卫生局强调 这其实也是台南公布的第一例 施打高端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 如今不仅帮忙民众申请要害救济 并送往机关署评估釐清 也提醒施打疫苗 是目前对抗病毒的最有效方式 民众还是依序接种 共同抗议 既有黄步骑一摊报导 2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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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